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丹尼 昨晚我做了一个现场直播 跟大家一起看美国的大选 但我昨晚觉得有很多东西未能表达 所以我希望在今集的节目 尽量看看会不会用一个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说完我自己想说的东西 因为昨天要看着大选 昨天看着特朗普是一个领先的势头 但到今早大家都知道 其实拜登在一个邮寄选票之下 其实是反超前引的特朗普 在这里我都要作出一些心理上的准备 虽然我自己是一个普通特朗普 即是支持特朗普 但我都很清晰特朗普的角色是如何 但今次来说我会作出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什么心理上的准备呢 就是预计特朗普会输 拜登是赢 我们不能够作出一些输打赢要 这个我很同意的 我们先要撇除了 有任何什么 一些欺骗诈骗的票 中票 死人票等等 这些我们完全是需要撇开 我们先要有一个不可以输打赢要的心态 要不然那我们跟蓝丝有什么分别呢 当然现在看过小的话 其实拜登将会赢出 但是我也知道 将会遇到的情况就是 特朗普一定会作出一些法律上的上诉 会上诉到最高法院等等 这个我相信就要一段时间 就不是说你一两天就可以看到一个完美的结果 但是我们在心理上 一定要有一个 心理的准备 就是这个拜登上场之后 究竟在这个全世界 对加拿大 对香港 对中国 对南海 其实有什么改变呢 首先我先说说我的立场 我是支持特朗普的 我相信加拿大有很多的朋友同一样 但是加拿大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支持者 是支持这个拜登 当然是各有利弊之处 而我是不是一个盲撑特朗普的呢 事实上我很支持他 但是亦都不能够盲撑 首先我想说一下为什么会支持特朗普呢 最主要就是一个方向 大方向是适合我何车的 就是适合胃口 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完全会帮助香港人 或者帮助香港的地方一个总统 或者一个领导的人呢 事实上又不是 实际上 Donald Trump是不是会支持香港人 或者支持香港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而Donald Trump其实呢 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着想 就算他现在反对这个环球一体化 进行一个叫做大美国主义都好 其实他只是 就是为自己国家去谋取最大的利益 所以呢 有很多不同的国家 其实呢 对Donald Trump的感觉是完全是不好的 那为什么台湾人和香港人 这么支持特朗普呢 最主要就是一个大方向 就好像找到一个人呢 可以对抗到这个中国的势力 那尤其是在香港方面呢 有一些叫做濫炒派 有一些叫做蓝丝 事实上就算是黄丝也好 也都会有分呢所谓的濫炒派和非濫炒派 当然呢 支持特朗普的人呢 通常呢 就偏向是濫炒派的 是的 那么最主要就是 想对抗这个中国呢 为主 所以大家的方向是一致 但是我一定要呢 再清楚地指出 其实Donald Trump是否一个 真正想帮助香港的人呢 所以不是 在我的立场来说呢 其实香港只是一个棋子 那只是呢 香港人 只是跟Donald Trump 走同一条路 顺便搭顺风车的意思而已 首先特朗普呢 是一个反环球一体化 和大美国主义的一个总统来的 所以他最后的政策呢 美断的政策呢 全部都是以美国为优先 所以你看到就是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不断都是作出一些 叫做反环球一体化的一些政策 而当中呢 加拿大人呢 有很多呢 其实呢 都是不喜欢Trump 那为什么呢 那就是例如一个例子 在前一段时间呢 大家都会知道呢 有一个叫做加美物的贸易协议呢 那当中也都会有一些 就是叫做钢铁类产品 那为什么会钢铁类产品去加税呢 那实际上呢 美国是需要这个加拿大 的钢铁产品去提供的 而事实上呢 美国是有这样的需求 而美国呢 的生产能力是未能够 就是足够他们自己本土使用 跟着呢 加拿大是提供一个钢铁类 或者铝材产品去这个美国 那但是呢 美国呢 仍然是加加拿大的关税 而加重了呢 在加拿大的成本 所以大家呢 要清楚知道呢 特朗普也都不只是会针对这个中国 就算加拿大 就算墨西哥 其实呢 在他们的角度来说呢 都是一个贸易战的对象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多人觉得 特朗普呢 是会将所有的国家的关系会破坏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呢 就觉得特朗普是一个破坏国际关系 就算去美国国内 产生一个撕裂的情况 全部都是由这个特朗普而起 所以如果拜登上场的话呢 我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 将会是保持现状 那不会有一个恶化的情况出现 而说回香港方面呢 首先我们需要看回 就是中美的关系会不会恶化下去 那和拜登自己的立场是如何 那拜登上场之后呢 我自己的感觉呢 是相信中国政府是有机会 適量地小量地微调地 是减轻对香港的民主的打压 言论自由的打压 可能会作出一些轻微量的调整 因为他受的压力也都会减低 但是中国政府是必然地 是必然地会继续呢 在这个民主自由方面呢 会尽量去打压这个香港人 会持续性发展 例如在这个教育上面呢 修改一些教育的 课本的内容啦 例如在这个新闻自由方面 也都会作出一些打压啦 再另外呢 可能作出一些大外宣 去看看如何滲透 令到香港人更加 贴贴服服啦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国安法 国安条例呢 会继续保持着现有的条例 令到你们不能够随便去发声啦 这些事情是会继续 而另外呢 贸易战方面 我相信拜登上场之后呢 将会有两年至三年的 一些缓和的迹象 而拜登的方向 可能就是想向任何的国家 进行一些关系的修补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都不做 是的 就是保持现状 或者什么都不做 或者作出一些小小的让步 而中国呢 都会在这个贸易战的缓和底下 作出一些小小的喘息啦 而香港的角色 金融地位的角色呢 美国会维持现状 但是相反来说 如果特朗普继续上任的话呢 香港呢 就会在经济上面 受到一个极大的打压啦 也都是因为中国的关系 所以香港其实呢 经济上面 是不会有任何的好转啦 也都会继续被美国 去作出一个制裁啊等等的打压啦 但是有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呢 就觉得如果特朗普上场的话 就可以产生一个叫做先死而后生 先堆倒了一个经济的体系 令到呢 他们在民主自由上面 作出一些调整 事实上呢 现在拜登上场的机会呢 是会大很多的 实际上呢 如果拜登上场之后 香港究竟会怎样呢 香港的局势呢 可能会得到一个 缓和的迹象 你会感觉到 好像已经和平过以前了 但是呢 只是将这个问题去延迟 因为拜登呢 他想修补所有的关系嘛 他想修补呢 与中国的关系呢 所以会令到呢 香港的感觉上 就会得到一个延迟 但是实际上 会不会将这个问题解决呢 不会 尤其是在奥巴马上任 最后的两年呢 其实呢 奥巴马政府也都已经发现了 中国的势力 其实呢 是会正正影响到 这个美国的一些利益 那所以其实他就算在这个军事上呢 或者是将他们的专注度呢 也都会转移去 这个中国的地区 或者这个印太的地区 那你可想而知 就算这个民主党上任 其实他们的方向也都一致的 那所以呢 你会见到呢 无论是这个香港自治法 等等的一些条例呢 其实呢 是参重两院两党同一时间 一致性的方向的 但是拜登上场之后呢 我相信 将会是一个缓和的迹象 那我相信呢 拜登上场之后呢 那就只是将这个问题 延迟两年 或者四年 事实上呢 他们将来也都要面对一个 环球一体化 是不是真的会work呢 是不是会对这个美国 是会最大的利益呢 是不是会令到这个美国的 国势 所谓的影响力 会慢慢递减呢 事实上会不会令到美金 而导致到美国的势力 会慢慢逐渐降下呢 事实上呢 拜登只会将一些问题延迟 延迟可能两年至四年 例如这个民主自由 与这个共产主义 和这个社会主义上的一些冲击 究竟哪一方面的拉扯 究竟哪一方面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主流呢 其实是一个冲击 只是将这个冲击呢 延迟两年 甚至乎四年而已 而说到南海方面呢 实际上 中国是不是想打这个台湾呢 事实上他并不是想打这个台湾的哦 如果特朗普落选 拜登上场 拜登的政策上便会想修复这个关系 首先刚才所说的 就是将这个问题延迟嘛 也不等于呢 美国是会屈服于这个中国啦 而你也都见到啦 参众两院 两个政党 其实主张呢 都是要对抗这个中国的 我相信拜登上场呢 就会维持现有的现状 你说会不会作出少许让步 可能会作出一些少许让步 就算中国也好 或者是其他欧洲的国家 可能他会作出一些少许让步 我也很老实说 只是将一个问题 将一堆的问题 只是延迟 不理咯 好像他选举那样 都是丢在一边啦 不理 先放在一边 什么都不理 叫做修补关系 等整个市面就缓和 但是中国呢 将会是把握这个时机 趁这四年的机会 去扩大自己的军事啦 去扩大他自己去和小国的影响力啦 去扩大他在这个WTO等等 或者在这个世贸 一些国际贸易组织上面的一些影响力 就会越来越加强他们自己的影响力 接着就是未来的局势是怎样呢 我经常都说的 一个烂仔的打法 和一个扮紳士的打法 现在很明显就是拜登 就是一个扮紳士的打法啦 而另外一个烂仔式的打法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啦 实际上拜登呢 是要扮演自己 好像一个紳士那样 跟规条 跟这个规章去打法的 但是他不知道 一个对手是完全不跟规矩去打的 例如 就算签了一些条例 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历史文件 甚至乎和这个奥巴马政府 签署一个南海协定 不能够一些军事上的设施建立在这个南海 但实际上又不是 不断地扩充中国的军事 在这个南海里面的影响力 而中国接着下去就会继续 在这个WTO 世贸方面呢 就会连贯所有的小国 无论是收买也好 或者是利益的输送底下 令到一些小国去支持中国的政府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 拜登是需要扮演员事嘛 他继续就会在这个WTO 在这个世贸方面呢 就成为其中一个成员啦 接着就会说了 我们美国的利益需要如何 但实际上会怎样呢 因为你在这些组织上的话 你就要跟这些规条去打 例如一场足球的比赛 你是跟足所有的规条 而另外你的对手是怎样呢 你的对手可能是批竞啊 踢你上五吋下五吋 揽脚啊 什么都出齐 但是而你呢 就说我不行 我是军事来的 我要跟你的规条去玩的 继续投诉我投诉 但是投诉是没用的 而拜登上场之后 就等于香港的民主党 入了这个议会里面的功能一样 就是什么呢 只说吧 说完之后人家会不会听你呢 sorry 不会的 其实你的作用是没用的 只是表面上好像很缓和 没事啊 很缓和 我又反映了我的意见了 但是 就人家照舊了这么做而已 对吧 而在未来的四年呢 中国政府将会做出什么政策呢 首先他在这个军事上 将会大力投放资源 而另外呢 就会慢慢逐个逐个 和美国有关的一些盟友 看看会不会有方法去拆解他们的关系 和看看会不会在这个小国方面呢 进行一些关系上面更加深入的弥补 而在科技方面呢 中国政府将会在未来这四年呢 大力地投放资源 尽量在不同的途径 无论你以合法不合法 偷取技术 或是他自己研发都好呢 其实将会 希望在这四年里面 而在这四年里面呢 中国政府将会投放更加多的资源 尽量去收择 美国和中国的科技上的优势 而事实上呢 美国那方面呢 两大党也都会不甘示弱 也都会看着拜登 但是 拜登会不会很积极地进行一些政策 去针对中国这些行为呢 大家就要有待慢慢看了 但我相信在四年之后 美国仍然可以保持到一定的实力 一定的威胁 但是 将会 被中国政府在这四年里面的重整旗鼓 慢慢将这个优势收集 好了 说到影片的最后呢 简单而言 拜登上场 是会将全世界所有的局势 缓和 表面上是不是很好啊 大家会见到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只是将所有所有的问题 推迟 推迟两年 甚至乎四年 虽然小弟都非常不想特朗普会输 但是 有时 选举的事情就是这样了 不得不承认 特朗普 今次的输的机会实际上真的很大 无论他今次输 还是不输 都好 我们是不能够输打赢要 都是要正面地面对 好了 说到最后呢 无论哪一个上场都好 我希望香港 在未来的日子 无论是四年之后 十年之后 有一天 可以获得 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 还有可以保持我们过往的价值观 一个良好的价值观 法治精神 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不是像现在这样 是任何东西 全部是可以打横你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了 就先喝喝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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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uration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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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